台北市都市計畫施行的自治條例25條 也同時規定在細部計畫裡面 台北市都委會可以決定 該地區特殊的容積獎勵 這些目前為止 都是台北市已經進行很多很多年的案子 也就是說 細部計畫是台北市最重要的 針對城市發展裡面 訂定容積獎勵的依據 所以我們看不出來 都市計畫法 的相關規範 是哪一條違法 哪一條圖地 現在各界都以這個理由來說 只要超過560就是違法 事實上 剛剛講的相關的規範都非常清楚 我們可以檢討相關的政策內容或方向 但是我們也相信台北市的公務員 絕對不可能明知違法而為之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政治操作 我們希望把法律依據講明白 我要奉勸所有的民意代表 以及現在的政論節目 不要睜眼說瞎話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在過程當中 包括委員 包括議員 民眾黨的相關的委員跟議員 全部都人犯上陣 就直接告訴你的意思 就是 福體抽薪 哪來的違法 你們一天到晚講 這些到底違法在什麼地方 小玉 哪來的違法 今天已經整個戰事擺出來 就告訴你說 來啊 大家要戰就來戰 就直接告訴你說 不要告訴我 有沒有貪污行賄 連圖利 我都告訴你哪裡土地 看起來今天的記者會 這個為什麼大家備受關注 因為是黃珊珊第一次 站上火線來開記者會 而且還帶了這個四個 這個小 四個民眾黨的議員 因為他們之前也被罵嘛 就說阿伯有難的時候 你們四個都不出來 好你既然這樣講 我就主帥 這個帶著黃珊珊 帶著四名議員 親自出來開記者會 還要講 那坦白講 今天記者會大概是兩個重點 在政治層面的部分 坦白講他就是把好龍兵搬出來 就現在開始直打好龍兵 包括就是說 你要打他的那個什麼 東方文華的容積率 反正就是要打好龍兵 可是我第一個 我先要問 就比較簡單 我先問說 你打好龍兵 真的是救得了柯文哲嗎 那姑且不論說 哇你打了好龍兵之後 遊俗會一定更加碼跳出來 這個是後續的一個政治效應 只是說大家還是有點不解說 那你要如果要比關係的話 事實上沈慶晶 還是國民黨當時的中常委 他要是跟好龍兵一定是更好啊 好龍兵要做關係 他乾脆就放水給沈慶晶就好啦 你看連好龍兵都不放水給沈慶晶 結果你柯文哲上任了 你竟然放水給他 好這是政治層面 就是我覺得我比較質疑的地方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 就是剛剛講到法的部分 今天黃珊珊呢 他就也不再跟你講什麼台灣省 不跟你講了 不講台灣省 因為講了就太Lots up 他今天就直接跟你講 金華城這個案子呢 不是都根條例 你不要再跟我講都根條例 是准要用的是都市計畫法 他跟你講說 我就要用都市計畫法 可是我覺得你要確 現在年輕人用語 你要確都市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要公益性 你要公益性 那事實上公益性 大概就幾個嗎 第一個你金華城 就叫你捐 就你要總是要捐地 可是他也不捐 那再來就是說 當時林州民 不是沒有給他解套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這個都市計畫法的話 那你就連西南角的那一塊 你就大家一起來 就一起嘛 一起那我就可以做 整個都市的一個重整計畫 可是後來看起來 金華城他可能覺得說 你還要去跟那些地主在談 談可能至少要五年十年 他等不及了 所以基本上他重整那一塊 他也不要 所以都市計畫法對他來講 他就走不通 所以他後來才想方設法 才變成要去走這個 准用都根條例嘛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的嘛 那准用都根條例就不可能啊 因為第一個你又不為 你也不老 你才十幾年 你又不為不老 所以最後才幫你想了一個叫做 准用都根條例 哇那Bingo都還啊 所以現在就就就 就有圖利的這個部分了嘛 好那我必須講 那你今天黃珊珊 你這樣大陣仗的出來開記者會 你要跟人家講這些重點 可是我必須講啊 你今天開這些記者會的這些裡面 當然黃珊珊你說是律師啦 他還有法律的專業 可是我必須講 如果真的像你這樣講 是可以的 他是這個都市計畫法的話 那不好意思喔 之前為了金華城案 他至少開了三次的這種專案會 但不只啦 這個今天被人家這個列出來說 你在這個 從二零二到二零二 就是這個這幾年期間 你開了這麼從二零二零 一直到二零二一 等於說這兩年的期間 至少有十八次喔 十八次反對這個容積獎勵 你包括內部的你自己的這個都發局設計科 都根處建管處 還包括你的法務局 還包括文化部連都派代表來了 大家都反對 然後再來呢 你的外部委員 包括這個大家熟知的什麼宋正邁 還有這幾天被傳喚的 什麼黃台生 馮正銘 這些都是堅決反對的 十八次喔 十八次 那這些人都比你們這個至少來的專業 而且都跟你講萬萬不可 我舉幾個例子就好 包括我們講的法務局 法務局都曾經講過 在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八號的那個專案小組會議 就講過 他說你要按照現在的這個都委組織 這個都市發展委員的這個組織調成裡面 你都委會的執長 是不包含 不包含創設榮獎制度的 你不可以自己創設榮獎制度的 那結果你後來是 你為了要給他榮獎 你給他什麼耐建築 建築什麼耐政啊 什麼智慧 我們講了好多次了 對對對 認識 認識智慧成事 對 發明了這些 而且這些本來就是 你什麼耐政這個 你本來建築就應該要有的啊 那所以坦白講你就是給他了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好那你看這些人都反對 甚至還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那個委員啊 黃台生 他還說 他還特急講說 我害怕 我害怕到時有問題耶 他連害怕兩個字都講出來了 那所以你看啊 那我要講是說 哪一個不比你們專業 大家都專業啊 大家都反對 而且我今天有問到齁 就是說比較特別是 他他這些發言的紀錄啊 會會議紀錄後來是沒有的 沒有的 因為這個後來就是說 因為這個北檢嘛 就就去還去把這四 包括四十個官員都輪流叫來 這是非常罕見的 因為你要開這些的 這個專案小組會 照理說你應該都要逐字稿 你要逐字稿會議紀錄 可是為什麼這些的專案小組裡面 都沒有逐字稿 反而到最後北檢傳萬這些人之後 你才會有逐字稿 至少你要有錄音帶 可是看起來 這個紀錄都是沒有的 所以等於說 很多很多 這個匪夷所思的地方 最後我要講 就是說你看起來 我覺得他們今天這個 這個記者會 其實是不治的 就跟之前陳佩琪 出來開記者會 我覺得都不治的 因為陳佩琪 就是大家現在很熟悉的 那個台語叫什麼 越說越流氣 什麼什麼三說四流氣 這種的 他的漏洞很多 那你今天你黃珊珊 他今天講的 我想到 我想當然而 未來一定是柯文哲 在法庭上的工房 那你會不會覺得 他這已經是自先底牌了 我就是跟你講說 以後這個柯文哲 打官司 就會要這樣子打 而且金華才跟他隔空竄陣 金華才就說 對對對對 我們這個 不是准用都根條例 我們這就是都市計劃 對 你這個有隔空竄陣之嫌 然後再來就是 你已經把你的將來柯文哲 在法庭上的工法 你已經自先底牌了 我會覺得 這個是好的做法嗎 OK